核能一直是各国尤为关注的存在 毕竟在提供强大动力以及其他作用的同时 它也蕴含着相当大的危险 一个弄不好可能就会造成极为可怕的后果 但国家的需要使得一批科学家们依旧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 近日中国该领域的科学家又为我国斩获一向殊荣 据媒体报道 近日在意大利召开的第30件国际巨变技术大会上 中国科学家吴一灿获得欧洲巨变核能创新奖 成为世界上首个获得此等殊荣的亚洲科学家 而欧盟相关部门表示 这是为了表彰吴一灿在核能中子物理前沿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而吴一灿和他的团队在国际上甚至被表示说 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的促进了国际上该领域的发展 吴一灿是中国著名的核能中子物理科学家 而他所研究的中子是核能系统中灵魂 作为产生核热能核引发放射性的源头 出现在各个使用核能源的角落 更何况如今各国都在建立核电站 已经是国家需求较大的一种能 而吴一灿教授却让他的光芒在中国战放的更加灿烂 在过去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核能软件技术的封锁 直接限制了我国核电的发展 而当时的吴一灿教授正在欧洲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在认识到中国的困境之后 这位年仅32岁的吴一灿教授 依然决然放弃了国外优务的待遇 立马回国投身于国家核能中子研究事业中 但在当时国内能给予的科研费用有限 以及人才大量缺失的两大难题下 吴一灿教授带领的团队只能咬牙坚持 在当时一个两三千的电脑内存条 都让这支团队犯了难 月底没有工资能发 材料稀缺只能边学边干 没有日常休息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最终成功突破难关 研究出SuperMC系统 在成功应用于华龙一号后 还被全球58个国家的核工程中运用 真正的将中国的名声响彻国际核领域 去年吴一灿教授所带领的FDS团队 更是将核能在医疗领域过了重大突破 在国内放疗大多引进国外系统的时候 该团队通过对放疗时 人体辐射粒子的精准计算定位等 供过了放疗环节中众多难题 成功研制出了精准放射治疗系统 麒麟刀 打破了国外产品对中国放疗系统的垄断 大力改变了中国癌症患者治疗困境的现状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近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一号售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A了解真相